花磅浮滿了一滴 就像往事的腳印 我終於有回答 看到小許悶騷那一面 我覺得很多歌迷搞不好會 喜歡那一面喔 有沒有想過 因為他們其實也有來我留言板跟我分享 就是因為有上很多通告 然後他們陸陸續續也跟我講說 你怎麼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樣 就還蠻好笑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現在 我把每一個通告當成是去享受它吧 對就會覺得因為通告那麼多 那我相信每一個藝人就會累或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換一個角度 那我每一天就是跑很多通告 但是我就用玩的方式去去享受它 所以當你拿到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跟你過去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很會唱R&B 這首一點也不R 一點也不R 就沒有那個味道 你有沒有擔心自己會唱不好 剛拿到Demo的時候 其實有耶 因為剛開始我拿到Demo的時候 是拿到小霞老師唱 因為大家都習慣自己唱Demo 對 那我就聽到他的Demo的時候 壓力超大 我有一個念頭 我就覺得 小霞老師你這可以直接發了 你不用當這個Demo 對 對這真的很有感情 而且他的曲真的是 讓我覺得非常的耐聽耶 我覺得 就我聽到我現在連MP這樣裡面 都還放著他的Demo 對 那你自己在突破 在唱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相信 包含你比如說你聽到Demo 你就開始有壓力 可是真正進錄音室去唱的時候 你自己有做了一些什麼調適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這樣講好了 因為這跟以往的過去消息 會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次是 情緒多過於技巧 可以這麼說 那所以就是 會用比較平時的方法 那技巧可能比較少一點 但是這其實 還有某種程度的難度耶 還是有啊 其實這還蠻難的 對 然後那時候呢 我剛聽到這首歌 然後再加上這個詞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首歌非常的悲劇 對 然後我在錄音的時候 我就特別特別有感覺 所以就比如說錄音啊 錄音室裡面 不是對面有製作人嗎 對 然後中間隔一道玻璃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是很 有點想要 就是有點犯累的那種感覺 就唱了 然後我又很怕自己臉很醜 然後被製作人看到 就說啊你是 你怎麼那麼娘啊 你還怕我什麼之類的 然後之類我就怕被虧 然後所以我就躲到那個 普架後面 然後才開始就做表情 對 才開始自己把燈光調暗 然後做表情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首歌是真的 是歌寫的棒 我覺得 那樣的 笑了